Woo 因為你比較深 可以給我一點暖身的時間嗎 好 好 我要接從健康才好開始嗎 為什麼呢?1 2 3 4 好 大家好 我剛剛好 太突然了 我突然間腦袋有影片空白 對好 請我介紹 我在這裡幹嘛 對 好 這是我介紹三個的名師 然後呢 我現在發現我居然是用那麼久的 以前大概三年前的照片 真的其實有點小害羞 真是尷尬 那超早就說 我們最近其實就事情蠻多的 就真的蠻久不久的 就比較幸福一點 因為他會介紹三個嗎 有忘記這三個標題是什麼 第一個是跟自己有關的關鍵字 第二個 第一個是跟夢想有關的關鍵字 好 這樣子啊 你想看 有誰跟畫工具有關的關鍵字 好 這樣子啊 這 這應該就是比較辛苦 所以說我跟我自己有關就是超好 第二個我往這個意思是說 因為之前的話 我記得有 很有感觸一句話 是施政龍先生 他說過一句話說 他說就是 他說就是 人生在世的話 應該我們要去 畫另一個 一個範圍 然後在這個範圍 才能做到時間最好 他說到時間最好的 就是要從 就是要在 他說在畫出來的 正向範圍中 要跟大家說 在這個地方 在領域中 就是世界地 因此呢 對我來講的話 我現在就是在我自己的領域中 其實畫出來我自己的範圍 然後希望說能做到世界地 有一天的話 我跟大家說 在這個地方 沒有人可以有六根 這樣子 然後願力的話 願力就是 我滿常用來做規劃工具 就是翻個月在前面 一些自己的規劃 還有做一些 就是一些簡單的 一些基本的運作 大概這樣 好 我要講什麼嗎 還有20秒 嗯 好 謝謝語翔 那我們歡迎下一位 夢浩 我們掌聲歡迎他 然後大家好 我叫夢浩 然後我現在是 還就讀高雄醫學大學 六年級學系的學生 然後 可是我 六年級只剩兩 剩一個半月就結束了 五月份就是打擊 然後我只有這三個嘛 然後我 原本不太知道 這三個分別代表什麼 我想說應該都還可以 涵蓋說 這是我一個人的狀況 就是 我覺得攝影的話 我是興趣去攝影 然後 除了攝影外 還有大家完全不說 我覺得攝影它可以非常符合 我未來想要從醫的一個 方向就是 我可以 因為我喜歡的是街頭攝影 所以可以在街頭上去親近人群 然後在一個 一個角度 有點像 偷偷觀察這個社會的角度 那生死的話 因為我剛好在腎臟那一刻 是上個禮拜的時期 然後 我就剛好看到 有些病人啊 就開始已經不想要洗腎 可是他其實明明現在狀況很好 所以我就會 開始想說 就是 我們要如何好好活著 其實要怎麼學會 面對死亡 這個部分 所以 這其實可以講蠻久 講說 等一下跟大家可以 就是會後再分享 然後 VIVI就是我常使用的那個 規劃工具 就是剛才改了 我才知道 就是今天一定要講到一個 是要 就是 關於規劃工具 就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我們 我們的媒體啊 就是所報導出來的東西 資訊可能不是我們非常需要的 所以我就是用這個 VIVI這個工具 來幫我統整 我想要的那些資訊內容 就是它可以去整理一些 我有在關注的網站 它的更新 它就會直接幫我匯整成 一個像是 雜誌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棒的工具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剛剛講到生死了 我前一陣子也經歷過 一場生死 沒有 不是我 跟我有關係 因為我爺爺在 二月 二月底的時候 過世 這樣子 在他進加護病棚 這段時間 就可以看到說 同床的床辦 他們從一起進入那個 急診室 然後最後都在加護病棚 然後一天比一天 狀況更不好 那你就會體會到說 有些東西真的是沒有辦法去抗拒 那 既然抓走這一招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 用你自己有限的時間 應該做點什麼 可以留下來 我覺得好像 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 那我們 和下一位 副毅 掌聲歡迎副毅 大家好 我叫吳副毅 然後 我第一關鍵是海洋 海洋的話 就是我現在在學的東西 就是海洋科學 然後也順便講說 我前幾天就是出海 就是等於一個 壽難機 就是我出去13天 然後都在寒山 然後前三天幾乎都在突 完全吃不了東西 然後後面的話就比較開心 因為我們出去採樣的話 就是等於是在工作 就是在做研究 然後當 你有採到東西的話 你會很開心 因為你前面吐 吐了要死要活 然後終於採到東西 有結果 就是 一種很感動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關鍵是 就是改變這世界 也就是說 我希望就是 能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 希望能改變一些人 不一定是說 全世界 完全改變這樣 那第三個的話 是筆記本 我的規劃工具 是筆記本的話 是因為我之前念到的書 是說 不管你是用什麼的 那個科技產品 的話 還是 用筆記本 才是最好的東西 然後 我的筆記本的話 是 空白的筆記本 欸 我沒帶自己的筆記本 因為我忘記帶了 然後 這是我今天去 我們那個 空白的筆記 就是說 嗯 我在紀錄的時候 我會希望說 我隨便寫什麼東西都好 可是 你的字體大小 或是 嗯 畫什麼圖 都不會受限於 你的 格子 因為有些筆記本的話 是很顯的筆記 然後 空白的話 是說 讓你去 自由的發揮 然後當 欸 會選擇是 博業婦的話 是因為 你每天所遇到的事情 都會不一樣 所以你在紀錄的時候 你可能會 區分不同的類型 然後 再你回家 晚上的時候 可以把它 打開來 再去整理 你的筆記 嗯 好 介紹就是這樣 謝謝 嗯 謝謝富裕 富裕剛剛有講到 那個 空白的基本 其實我之前也還蠻喜歡 空白的直升 那 我曾經參加那個 Apple的一個 研習會 然後它是教你怎麼 用它的那個 簡報來聽 那 那 聽到它原本也有 預設一些範圍 就像剛剛看到的那個PPT 還有一些格式啊 那 我們第一天 那個上課 那個講師就 叫我們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 你都把一些格式刪掉 由下太白 再開始做 有一些 真空白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 有比較大的一個創意 很發揮的空間 好 下一位 Karen 好 好 我們早上歡迎她 哈囉 發現好像只有我一個人 是用 是用那個 一個名字 不是真名 但大家可以叫我小夏 然後第一個 終於是因為 我之前是在名傳念書 然後 我之前是參加名傳交解 那到高雄以後 其實一直很想過來 可是就是還沒有我定下來 就一直都沒有過來 之前有一次有抱 可是 我覺得就 就一直有事情 然後像我今天也是 今天早上起來就發現 我感冒了 就 很不想從床上爬起來 那第二個 夢想的部分 就很單純 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貓 所以我就想要養一隻貓 就這樣子而已 那第三個 關於那個規劃的東西的話 我平常是APP加筆記本 那APP的話 是手機上面 所以 一開始我本人 就不是很喜歡去用手機 去檢視東西 所以 他其實有時候 規劃完之後就是在上面 然後 有時候突然間 看到他提醒我 他有想起來 所以我自己還是會在 筆記本上面 就是再多記一次 因為我比較常翻筆記 我比較喜歡寫東西 對 但是APP它就是有一個 時間到時候 會提醒我這種動作 那另外 自己在前的部分的話 其實有另外用一個 APP之後規劃 就是也可以看到自己今天花了多少錢 然後 就是我人底下來可以存多少錢 對啊 就是不管是生活上 或是金錢上面 都可以花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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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講到貓 喜歡養動物的啊 這邊宣導一下 就是 領養代替共 對啊 如果想要養蟲 的話 希望大家多去領養 這樣子 好 我們歡迎下一位 正義掌聲歡迎他 大家好 我叫王正義 看到這個 上個鬼就知道的時候 是很喜歡 太陽的人 這樣子 沒有啦 就是我在那個 太陽人的系統上 當業務這樣子 然後就是 那第一個是夢想 就是 那時候夢想 就是說 家家過戶無敵 然後很狀態 就是 支持再生的人 那剛剛那個 廢合流行回來 今天去跑去那邊 爬DM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夢想有關 那第一個 第一個跟自己有關 都一樣 剛剛你都講了 OK 好 好 那第三個規劃工具 然後 我等一下要講的 規劃工具其實是Google 不過 我那時候舔的是 舔Evernote 這樣子 就是我也有在用 Evernote 這個 掛平台的這個 技術案件 就可以寄 你想要寄的東西 然後當然 功能還蠻強大的 甚至 甚至 好像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你會把那個 米片的檔案 或者是圖片的檔案 弄上去的話 它會自動就是 把那個 文字 就是OCR 就把它字都變成文字 你用搜尋就可以搜尋到文字 你 就是米片 那個圖裡面的字 這樣子 還有這種 聽說有這種功能 所以它 也還蠻不錯的 這樣 大家可以多利用 因為相信大家 很多人都有 Evernote 好 就 大概就這樣 好 我們謝謝正宜 那怎樣 Evernote 我也自己也有裝 然後一開始覺得 哇它好強大喔 它什麼都可以有 就是記錄進去 那後來發現 常常有一個裝置是 是記錄完之後 就忘記 你到底曾經記過什麼 然後 後來呢 為了好好的妥善利用它 我就去買 跟就是有點像 Evernote的一個工具 到底怎麼好好的用Evernote 我發現 就是 會用跟不會用 真的差很多 就是會用的話 你知道說從 一開始記錄就要好好的分類啊 然後要怎麼樣妥善 讓你的規劃工具 懂得出來提醒你 曾經記過這件事情 這還蠻重要的 然後分享給大家 然後分享給大家 那接下來是 Eric 掌聲歡迎他們 好 其實這也是有點出名 所以不只是用名字 對 我喜歡用這個名字 因為 因為我本名我覺得有點 就是太弱了 我哥叫張柏偉 偉人偉 然後我就叫張柏遠 然後是遙遠遠 然後我就 相比起來 我哥是偉人 然後我是離偉人遠的人 所以我就這樣 太弱了 這麼一直太弱了 所以我就 Eric 這個是掌 然後我都覺得說 Eric哥 chat 其實這個是 步驟上一個掌 好 我不願止 好 就這樣 我第一個是 很害怕 只是要這樣子看 然後 因為我之前去 問他旅遊 可是我每次 就很容易想很多 然後其實我 最近開始重新 就是想一想的話 我就發現 其實我是一個 很容易害怕的人 就什麼事情都很怕 就不是說 誰要跟我 老師說 來下課的時候 來老師辦公室 那我根本很緊張 我就慘了 雖然我什麼事情都沒做 但是我就是很害怕 對 然後可能 專題要跟老師meeting的時候 就會緊張的要死 然後可能隔天都沒睡 我真的是那種 我是那種很容易害怕的人 就什麼事情 只要不在計畫內 所以 就突然倒是找我就 就很緊張 可是我覺得 我是那種 如果有事情來嘛 那就坐下來 坐下來 談 所以 就是很害怕 可是 我就原來要保持害怕 可是你要感情 對 你不要說你什麼事情 不害怕 但是太危險了 對 害怕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 規劃呢 我是用Mac和iPhone 對我就是天生的蘋果名 沒錯 我就是想要用這個東西 對 然後它其實上面有包括很多很好用的東西 Evernote也可以在上面 所以其實 這兩個東西就是同程的剛剛前面所有人收過的東西 所以我是最強的 對 好 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們看下一位 好 C 我們掌聲歡迎 開始計時了嗎 大家好 我是C 然後為什麼我第一個關鍵字寫舞台 其實我在提關鍵字的時候 完全沒有在處理它的規則 第一個舞台是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焦點是一個跟舞台非常有 不管你是第一次上來 還是說你已經恩次 你已經知道要守門 它就是一個很好練習的舞台 因為我不擅長怎麼講話 但是我就是來這裡練習 練習久了 自然上台就不會一直走一直穿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舞台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因為我們太常來這裡分享 尤其是我們志工 尤其像月亮 它幾乎每一場都要跑 台中或者高雄 那大家一看就知道說 如果大家是在路上 隨便簽一個長髮丟 那絕對不是他女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是曝光最大的危機 就是 他優格在假髮 對 最大的危機就是 他不可以隨便簽一個 不是他正牌女朋友出門 這還蠻幸好的 然後 而且也不能讓掃牙上介紹 然後第三個 我規劃的工具是APP 其實我再寫詳細一點 就是APP情勢力 我還蠻喜歡用情勢力的APP工具 那比如說像那個Enjoy Money 它就有幫我 能夠每個月我的支出 去幫我做理財上的規劃 然後我很依賴我手機的行事力 它的鬧鐘提現功能 那我也很喜歡 跟紙本的行事力去做搭配 那因為我也很喜歡寫東西 所以這兩個搭配起來 就是我每次規劃的時候 我覺得 不管是月、週到日 還是時間上面 那個APP 它的功能就是隨身攜帶 因為大家每個人現在都跟熔爐一樣 手機都不利盛 所以 所以我個人覺得 APP就是手機 是最好的規劃工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就是 那個 曝光太厲害了 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好像說 人怕出癮 豬怕肥癢 然後 麻煩下一位 完結束 好 那 第一個跟我有關的關鍵是 就是文青 寫文青字也好一點 太好意思 不好意思寫自己文青 那主要是因為我自己有在 幫 就是教理那邊寫文章 然後也有幫其他社員寫文章 然後 自己也有最近開始 架了一個 有脫落的開始 就是寫一些自己的東西 他想說 這樣跟文青 距離也是 蠻近的嘛 然後我就用文青來介紹自己 再來第二個 就是跟夢想有關 就是 我寫的影響必有 那 我一直在想說我的夢想到底是什麼 然後 可是他一直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輪廓出現 然後 到最後 我歸納出來 有一個 我可以回憶肯定是說 我可能想要 不管用什麼樣的形式或方式 可以影響他人 或者是用 講話的方式啊 或者是我的文筆啊 反正就 anyway 就是我希望說 未來我會有這樣的一個力量 可以影響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這樣子 那第三個 就是關於那個 規劃工具的部分 就是 google calendar 的部分 他很好用 因為 我上班的時候都用它 然後提醒我做一些事 因為我的工作是要聯繫很多很多的廠商 那 譬如說我打 打A廠商 那他剛好現在 就是 盲線中 或是沒有在我身上 然後我回頭再打 但是我就要 必須要提醒我 不然我會忘記 我等一下要打給他 所以我打很多電話 就需要 就是有這個提醒功能 然後 parent 就有這個很強大的提醒功能 然後一直提醒我 對 那 就可以讓我 好 這個時間點 我可以在 什麼時候去做聯繫 對我來說 我覺得 提醒對我來講很重要 尤其 我自己手機啊 在 做提醒的時候 我習慣 裝兩三個以上的提醒軟體 瘋狂的提醒我 因為我有一個拖延的習慣 是看到之後 我會這樣做 所以我會先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會另外一個提醒軟體 提醒我 你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到我受不了為止 這樣 好 那 就是 兩分鐘分到這邊 到一段 那 有朋友 現場朋友就是沒有 抱我們到那個 兩分鐘啊 但是有來我們現場 然後 還是鼓勵大家 一定要上台 來分享一下兩分鐘 原因是因為 曾經有人呢 他現在也在場 他就是兩分鐘沒有介紹過 結果那一次 就是會後交的時間 沒有人找他 他整個像眼神眼跟空氣一樣 所以 這個 就是兩分鐘真的很重要 那 當事者 就是我們的正義先生 他曾經就是 呃 兩分鐘沒有自我介紹 然後結果那一場 就沒有人跟他交人 所以他蠻可惜 那 在場還有朋友沒有上台的 就 哪一位想要先上台 分享 兩分鐘 自我介紹一下 不一定要照我們的規制 可能也有關係 欸 欸 欸 好 我們歡迎金玲 大家好我是金玲 那 sorry 呃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主題 那 假設這個主題的話 是因為 以這個主題來講的話 是 嗯 我現在目前的話 是一個 跟朋友做一個團隊 那我們是 三天一流成員團隊 那 其實我夢想 很多 但是 主要是 我想要去旅遊 因為我很喜歡出去旅遊 那 在前陣子的時候 我是也剛從 剛從澳洲回來 對啊 那就去那邊體驗一下說 欸 到底台灣跟其他國家 有什麼不一樣 那 其實 澳洲的環境很 舒服 很舒適 那他們的步調 也不像我們台灣 這麼緊湊 但是 在那邊就會覺得說 欸 為什麼 我在台灣感受到的那一種 從小灌輸的就是 要有競爭力 要緊湊的時間 然後我們也要賺很多的錢 那 為什麼 那其實在澳洲 就會想到很多 欸 我這個觀念是不是 不正確的 或者是說 有其他意義在 那 我們為什麼要賺很多的錢 那就是 為了要過更舒適的生活 那要過一個 可以 呃 可以很快 跟讓你 你喜歡做的事情 那 我們是不是有點 本禍倒置 在台灣的時候 對 那這是我在澳洲 呃 三個月的時候想的最多的一件事 那為什麼我會回來 是因為 呃 各位朋友在這裡做一個團隊 那剛才提到 三定一表情 那我覺得 因為從小就還蠻喜歡做 製造東西 然後這個 東西根本就是我們 製造的時候的 一個夢想 因為我可以一直玩 新的玩具 自己做新的玩具 那 嗯 本來提的話 就是 Google日曆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 不像Evernote 呃 我在那邊只要標記 然後他也可以提醒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 下一位 仲賢嗎 月亮還有組織人 大家晚安 我是 仲賢 被擋住了 對 因為比較好的計算方式 用台語念就可以 不是擋掉嗎 這個還蠻危險的 OK 啊我比較喜歡 在教王的理由 因為之前在健身房的關係 就是在教王 因為我用英文名字 對 還好今天照片沒有放出來 OK 啊就是 前面 你們聽那個是什麼 呃 跟自己有關的關鍵字 有關的關鍵字 呃 嗯 這個先跳過好了 就是 第二個那一個的話 就是夢想的話 因為其實我以前 呃 體弱多病 呃 應該還現在看得出來 因為現在創業關係超老 所以現在變得非常瘦 不然之前不會進健身房 那再來就是那個 呃 夢想 我夢想就是想說 因為在台灣都看不到 外國人常常都有很多室內體育館 蠻多的 啊 每個後功班都很簡單 因為對他們來說好像很常碰到這種東西 那那時候我覺得 在台灣好像 沒有重視體操這一塊 那我希望說 就是 因為以前從上那個田徑 但是你不還 就是沒有去參加這樣 但是長大之後 就是身體好了 然後我想要去說 是不是在台灣可以 有一個體育場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運動啊 體操啊 極限運動 然後讓這些小孩子 讓他們繼續開發 因為你看啊 小時候很喜歡 都活蹦亂跳的 他們長大之後 他們的那個運動習慣就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運動運動不是天生的 是你小時候會很雜很上來的 如果你小時候就是 因為坦剛起 大概說是運動量強 但是如果你小時候想容易亂跳 欸 你看那個 當優先盪最高的那一種 就 他長大應該會非常的刺激 他應該玩那種什麼跳伞 很厲害的 對對對 一定的啊 結果小時候就是想容易亂跳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玩那種 極限運動 要跳樓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還好啦 這個膝蓋也很受傷這樣 然後最後我比較平常 用的工具其實 也比較偏運動那一方面 你可能會 會裝很多 會不會裝一些有等美的 一些器具在身上啊 像體操之類的 他們很多都會用很多一些 有等美的工具 所以會比較偏運動方面 如果電腦方面 因為剛好 就是剛剛那個姊姊也是我朋友啊 欸他閃燈了 OK 我有中獎啦 沒有啦 就是剛剛姊姊是我同學啦 然後我們就是資訊工程 很附身的啊 就是對資訊方面也很喜歡 必須要用電腦的東西 可以控制我們生活 那因為身為現在的人說 這個東西你會了 之後幫助你的生活提升 那也是不錯的 所以 我們以後老人也要去學這個東西 不能說你都不去Touch 因為 因為這是一個取詞 OK 謝謝 謝謝總學 那 接下來 你們是個大學嗎 好 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 剛剛想上來 是不是剛剛好 那個 請 那個做3D 這個剛好 我們現在正在發展 原本今天來是 只是來學習啦 因為知道 教練啦 一直年輕會來 我剛剛跟我老婆 下午帶全家人 還有我們共學團 十幾個人 去Fate遊行 想說來個年輕人去 來 好像還可以找一些我要的人常 那 我人稱 我叫蕭典一 耶穌恩典 的典 他基督徒做公益 那這是我永遠不會再寫的名字 兩年多請查點資料 耶穌恩典讓我們重生 英文名字叫Jodan 學生曲等外號 那 我人生的理想是 最終是 希望建立台灣正常化國家 台灣不能在 中華民國是不對的 然後變成台灣共和國 不然永遠不見 先有獨一才有統一這條路 不可能先有統一 維持現狀不可能 最近烏克蘭的事情 那我為了達成這個夢想 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在我本屋教育產業 可能更會有關係的是 我們會有一個叫TK玩音域 這一期的親子天下 大概十五頁有一個我們的報道 我們再找一些 如果你願意就業或是 協助你創業 玩音域的一個 運用電子白板的技術 全新開發的 由我們芝麻建議團隊來做的 這是第一個我們叫TK玩音域 第二個叫做共學共有 我們在小學的部分 這段跟那個3D列印就會有關係了 我們都是在做學校跟補習 有些相關的通路 那這些通路我們需要新的產品 一個叫共學共有團 那共學的部分就是要解構掉 現在的安親班 因為安親班會把小孩子叫笨 他不能自主學習 那怎麼樣的解套 有套新的方式 所以今天去Fail也是集中一種 第三個是我們最重要 要辦國中的所謂森林小學 所以我們家國中的沒有統一教科書的學校 目前立法變成三讀立法 這個叫Fail要行在實驗教育 因為辦私立學校不用再有土地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師傅 那下一位 我歡迎 不是 還久不久 抱歉 那個大家好 那個 我也很久沒有過來 那 我個人的關鍵是 因為我剛從上來也回來 因為我前一段時間 一直都在上來那邊 那我一直覺得說 或許 在這邊也可以分享一下 有關於上來那邊 跟台灣還有台北 跟高雄還有台北 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事實上我是覺得說 在整個一個國際化的世界裡面 我還是比較喜歡住在高雄 因為高雄這邊的話 我覺得他去住的環境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環境 然後很善良的一些 然後大家在這邊都會有 整個體驗是很好 那事實上我的客戶都是在台北 我的客戶都是在台北 那在台北那邊 也因為 因為有一些零售業的總公司 都是在台北那邊比較多 所以 我也是在從事零售業 資訊服務這一塊 那 所以我的客戶都是在台北 那 會去到上海 是因為上海那邊 剛好有認識一個人 他也帶我過去那邊 一起在上海那邊 也是要去做一些零售業的一些 諮詢系統 那我是覺得說 在 有些人他會一直覺得說 以前我在台北 的客戶那邊的時候 他會說 你為什麼不搬來台北 那以前在 那這次去上海 人家說 你為什麼搬到上海 那我是覺得說 或許 在每個人的一個 生命當中 他一定會有 他喜歡待的一個地方 那你不見得 你的工作一定要在 在你的客戶那個地方 如果說你能夠在 高雄生活 把你的客戶 在台北發展 在上海發展 那或許 在高雄 你就不用去擔心 你沒有工作 這些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高雄這樣的環境底下 那我也是想 回來再看一下 這些教訓的朋友 那我是希望大家 在思考這整個 一個 所謂工作環境裡面 不要再去局限於說 你是高雄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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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 還有誰 又上海的 裴耀嗎 好 我們早上歡迎裴耀 謝謝 我現在目前 你現在跟自己有關的關鍵字 自己有關的關鍵字的話 我的話 我現在是在做社工 所以社工是跟我最有關的關鍵字 然後第二個字的話 是自己的夢想 基本上我希望的夢想是 就是每個在場的人 在你們老的時候 或者是你們 想要選擇自己生命的時候 可以有選擇自己生命的機會 對 這是我一直想要去推薦的一件事情 可是可能在場的各位都 挺不太懂真表達心 就是說 當你覺得說 欸我現在生病了 我可能接下來會造成我家裡 負擔我自己的生病 那我可以爭取一個 現場做基督徒 可能會被你們刺激一下 沒關係 就是你可以爭取一個機會 選擇說我可以 用一個我喜歡的方式 離開這個世界 對 就是 這是我的夢想 因為我現在在老人機構工作 然後看到的其實大部分 都是 欸已經沒有生活 不能說沒有什麼 就已經只剩下一個 你眼睛還張開 看這個世界 但是其實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自己是活著 對 就是這樣的人看太多的時候 我會希望去推薦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對 然後常常在 使用的規劃工具 我比較老派一點 我用的是Outlook 大家有聽過 可是可能沒有用過 對不對 這個東西 其實它現在 我還是覺得非常的好用 因為它現在更新到2013的版本 它有一個工作的選項 它可以循迴 重複一直的提醒我 說 欸我這個又要幹嘛 形式力的部分 別人的形式力 會自動加進你的形式力 告訴我說 欸這個人今天要幹嘛 然後呢 像剛剛有人提到說 我們要不斷的提醒的 那個是這位先生 我呢 會有一個小巧的標籤工具 我會把今天我要做的事情 打在上面 當我把它做完了 我就把它刪掉 對 這些東西我覺得還蠻方便 然後它也會有很多的電話號碼的部分 就是聯絡廠商的部分 它也是可以 有很多很多的電話號碼 只要點兩下 然後把人家傳 然後拉進去 按一下傳進去 好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比較老派 對 對 就是這樣 好謝謝各位 好 謝謝大家 這套路口其實還蠻強大的 那我覺得就是 有機會的人 真的可以摸摸看 對不對 就不管她的軟體 新秀 都她都有她的價值處在 然後接下來 我們要歡迎 雨柔 好 我們咱們歡迎雨柔 各位 大家好 叫雨柔 雨柔的雨溫 讓雨柔 然後我是那個 專心的女朋友 那我現在在健身房子工作 擔任衛臺 對 然後 欸 我們這些蠻喜歡運動 也是小人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10公里的 還有辦法的 新加坡 然後還有那個 幫我大佬的 跟高比賽 做新加坡 然後之前也很喜歡做職工 對跟智慧一樣 對很喜歡做職工 然後我參加過那個 靜灘啊 靜山 就是爬山 就是撿垃圾 然後 雨柔圈 照顧所有朋友 然後還有 就自己 辦一些活動 然後社區老人 來這邊做一些 就是 剩下一些什麼活動啊 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最後一次的那個 職工活動是世界運動會 對 當然世界運動會的職工 讓我很多的職工 對 然後因為今天 長大了 就是 擔任職工過後 去離家工作 對 所以現在是宿舍會 比較少住職工 對 然後我現在就是今天 去來當任職 就是職工的小住所 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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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下一月歡迎 公演大哥 好 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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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跟我自己相關 我認為學習很重要 學習 這個時代 那個 學習跟呼吸一樣重要 所以 之前我在工作之旅 我就是說 除了 工作上的腳步之後 去社團學習 之前在 去港青商會 然後後來也去 加入福文社 去年又從 中山大學 那個 DMPA班畢業 那 在社團領域 從 訓練自己 服務人群的角度 去 做 一些 活動的舉辦 那 去當中去訓練自己 然後去 比較高階的社團 去跟 更優秀的人 去學習這樣 擴大自己的 視野 那些 人敗的廣度跟深度 也要到學校去學習 也 把自己在 工作領域 跟社團領域的 一些 經驗 做一些 整合這樣 那 我個人比較 常用的一個工具 是Evernote 來先買麵品 那 當然 Google的周邊 我也很喜歡 因為現在 資訊化的時代 包括 也現在開始在用 Apple的軟體 所以 我覺得 這種東西用起來很方便 可以 增加自己各方面 那種資訊的 一個整合的能力 那 今天也是看到 今天的主題不錯 所以 我特地多時間 來跟大家學習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 恭喜 嘉瑋 大家好 謝謝 嘉瑋 我們掌聲歡迎 嘉瑋 大家好 我是 嘉瑋 我現在是素能科技大學的學生 我第一次來教練 那 我本身就是 剛才前面聽到的是 大家都幾乎都是當志工 會是當志工 可是 我只當 社群的志工 比如說 單獨的 比如說 KSDG 或者是 PocoHead高手 或者是創業才幹 或是Apple上去 應該都看見我 在當志工 對 就是 然後 然後我的工具 基本上 就是只有在用 Evernote 跟Trial 跟過日益 然後去做一些 專案上面的管理 或者是我自己 生活上面的一些 行程 這樣子 然後 可以 不知道 他講什麼 嘉瑋最近我們今天的講者 然後 歡迎大家也跟他 交流一下 謝謝嘉瑋 那還有人沒有上台的嗎 欸 欸 微微驚 兩通歌是 一直不看我 因為我就在送你 欸 你要不要上來 兩分鐘 自我介紹一下 自己 好 就隨便講 對對對 好 我們再歡迎大家 我是說 對大學的 對 對 我是說 大學的 學生 他是說 要 介紹 第一個 跟自己有關的關鍵字 好 來 就是 大概就是 睡覺吧 哈哈 就是 就是 然後 我是 常用的過去的 應該就是 GoMan 因為我 常常 就 常常轉入 三個人 整個我覺得 GoMan也 不太適合我 因為 他也沒有說 弄出 這東西 在 準備用 對啊 所以就是 走一走 反而是 越走越 禮物比較越來越 好 那我們謝謝 謝謝 所有美女 好 那 想要工具 我看一下 喔 還有一位 我 他一直都有很黃跟 OK 閃亮亮 好的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莉莉 那 我也沒報名 那 我自己的關鍵字 事實上是 改變 就是 因為我現在就是 最大改變 應該看得出來 就是 現在目前懷孕中 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造成我生命中 很大的改變 那 我自己原先是 那除了 身體這樣改變之外 還有就是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本身做設計 那現在也有一些 很有趣的改變 因為我可能原先是做 可能 平面設計 網頁設計 或APP的設計 然後那次 嗯 應老闆要求我現在開始做 彈筆設計 所以我覺得我生命中 最近 這幾個月 開始在經歷 很多很多的改變 就還蠻有趣的啦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夢想的部分 那都會改變嘛 所以目前 大部分的夢想都關注在 跟懷孕啦 跟寶寶啦 跟未來的規劃 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現在的夢想 比較局限在個人小世界 這樣子 那規劃工具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就是 嗯 因為我個性蠻 蠻懶的 所以我只用那個 我不喜歡太複雜的規劃 所以我只用那個 iPhone總結上 它預設的那個 祭祀本的提醒 就是它可能只是 打開也很簡單 那就什麼事情 它也可以設了時間 循環的提醒 不管是一個月或是一週 它就是 可以提醒 那但是我每次打開 我就可以看到有些事情 那做完點掉就好 類似講 就很簡單的 那我這邊 自己常用的規劃工具思想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